好来看到为了要改善光复国小操场的环境 以及学校周边的通行空间 那么县长徐振卫呢一大早呢就来到了光复国小来实地会看 为了提升光复国小操场环境以及学校周边的通行空间 县长徐振卫12号一早就跟厢长林清水先议员蔡敬 县府的建设处长邓紫渝教育处代理处长辽中 光复国小校长吴贤伟等实地会看 光复国小目前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整修 这个老旧的风雨球场以及改善排水系统 增加道路空间并且建构友善的教学空间 校长细心地告诉县长校园的环境 目前还有很多地方建设都还在重新整修 目的就是希望学校在暑假期间能够赶紧整理好 等开学之后学生就能够使用安全又舒适的校园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道